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话题 加拿大版凤华资讯 我是主持人吴景 观众朋友可能也注意到了我们今天的演播是主持人和嘉宾之间的距离 我们也是按照我们现在加拿大政府的要求要保持社交距离 所以再次跟各位观众强调 如果您跟外界有接触的话 一定要保持这个两米的距离 那其实讲到这个社交距离 大家可能也猜到了 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谈一谈就是现在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的同时 那么加拿大包括像加拿大 北美 还有欧洲很多国家都提高了这个有关对于疫情的一些防控的措施 那么对于本身就是民众普通来讲的话 你平时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防疫 比方说增加自己的抵抗力这样子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上就专门为大家请来了 我们加拿大药学专家马元春 马博士上节目来给我们观众朋友详细的来说一说 马博士我想首先请教你一下 就是给我们观众朋友说一下就是新冠肺炎的疫情到目前来讲 在加拿大这个情况怎么样 从目前报道来看的话 这个情况当然是上升的非常快 大家也非常焦急 是吧 国内的情况现在有所好转 那么有很多新的报道关于中医药的应用等等 那么在加拿大来讲呢 这方面的中程药的这样的选择应用啊 可能就是说看怎么样去看这个问题 是吧 但是现在呢 可以看到这个情况呢 非常危急 那么我想呢 这个做好隔离还是首选最重要的问题 对 目前来讲的话 不单单是在加拿大全球 就是按照这个WHO世界卫生组织的说 目前来讲 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 我们都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一个药品也好 或者是疫苗来好呢 来去处理就是治疗这个新冠肺炎 新冠相关的这个病毒啊 其实回到讲这个 我知道您是这个中医药方面的专家了 那目前呢 我想可能很多民众觉得 我每天看到了很多有关这个疫情的一些信息啊 那个人来说 我自己可以做到哪些方面的防护呢 这个一般我们是这样看这个问题 中医呢 它的这个用药的精髓 我认为是这个辩证论治 随证加减 那么这次呢 就是说针对这个疑似病人和确诊病人 它的用药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人建议这个像这个莲花清闻胶囊啊 什么肺炎解毒汤啊 这些东西 个人来讲呢 我觉得还是不能够这样去用的 还是要根据这个症状 是吧 通过医生来加减 但是作为防范来讲 这次呢 我们看到中医药的应用 在中国 在中国 对对对 我们这个要强调一下是在中国 对对对 中医药也是政府呢 大力这个推这个中医药的 在这个抗新冠这个中间的作用 这个应用率也非常高 85%以上 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是吧 在中国来讲 那么一般来讲 我们认为就是说有这些症状 对吧 可能大家有些是疑似病人的 有些可能没有确诊 大家都会觉得恐慌 那么这样的话呢 都挤到医院 挤到这个急诊 这势必造成进一步的恐慌 对 造成这个医疗系统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有一些中程药的应用 比如讲像这个前面的这个双黄莲啊 是吧 像这个莲花青纹胶囊也是中国政府推荐的 这样当你有症状的时候呢 我们做一些这个防范 保健品也好 或者是在中国是中药了 那么这样的应用呢 能够减少一些症状 是吧 那个relief就是simple的 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 其实现在加拿大政府你比方说我们BC省 专门就是有出台了一个这个网上的一个APP 一个应用程式 大家都可以下载 那么你就可以按照这个应用程式来去评估 因为有些人刚才像您提到的可能他自己 因为目前政府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有这个跟新冠的确诊的病例的接触史 或者是你有旅游史 或者是你是这个医护人员的话 这个是他优先给你检测的 但是普通民众来讲就是如果你没有症状 是没有办法去检测 再回到您刚才提到的时候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恐慌了 实际上这种应用的程式 他就可以一二三四五自己来 先自己评估一下 有没有可能是不是看上去 好像有几个症状是比较对的 那我在此我就是想再请教您一下 比方说就是从您的这个专家角度来讲 很多民众他没有办法判断 我现在是普通的感冒或者是流感 还是说我有可能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 怎么来去做一个界定 这个政府有一些很多文件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刚开始可能个人也非常难判断 只要发热咳嗽 自己可能就担心了 所以我自己认为就是说 当有些症状的时候 这些我们讲的保健品也好 或者中药也好 那么能够缓解这些症状 也就排除了我们可能是冠状病毒的 这些可能性 当然如果真正这个确诊是冠状病毒了 那可能还是要通过这个医生这边 哪怕中医这边的这个一人一方 这样去处理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缓解的症状 比方说这症状有哪些呢 一般上这个症状呢 它有些共性的地方是像发热 是吧 这个咳嗽 那么这些呢 像我们刚才谈到那些药 就是中国政府推荐的 像莲花青纹胶囊啊 这个清花排毒颗粒啊 双方莲这些产品啊 它都是针对这个发热咳嗽这些症状的 那么在加拿大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目前来讲是不建议 就是说你自己 自己就当医生 自己给自己下 就是下诊断啊 就是哎呀 我觉得我有点咳嗽 我有点发热 我就去买这个药 就是政府 就是从加拿大官方角度来讲 是不建议的 那么您作为这个药学专家 你给大家就是说 比方说 我现在就是想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我有哪些药其实我是可以 走到药房 我可以去买的 不需要经过医生的一个判断呢 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这样去理解吧 这个双方莲口服业呢 在1月31号 国家讲了以后呢 整个全国就强国一空 你说全国是中国 在中国就强国一空 强国一空呢 我是这样看的 就是说当有症状 那么发热咳嗽 双方莲肯定是在这个范围内 所以张波里院士呢 也做了一个总结 就是说呢 因为这个还没有进入临床实验 所以这个药呢 抢购一空 那么就是说 对于这些症状 双方莲 莲花精文胶囊 这些药 它是在这个范围内的 就是只要你有发热咳嗽 你是可以 因为症状 你也是要去消除 那这些在加拿大的话 是需要要去看医生 才能拿到的 还是说我自己在counter 都可以买到 这都属于 在国内都属于OTC这样的 中药嘛 都是可以购买到 成药 我们叫中成药 是可以买到的 就是另外呢 这边也可以通过医生这边 也可以开些方子去用 所以就是说在加拿大 因为我们现在要讲的 就是说国内 有些观众可能听到 搞不清楚说的 这个国内到底是指哪个国 就是说在加拿大的话 还是民众没有办法 就是说你不能够 就是自己就去买了 你必须要遵从 这个医生的这个指导 是这样 也不一定 如果对这些有些了解的 像中医药的用应的话 像比如讲 这个中医认为 风热感冒 风寒感冒 那么由于热引起的 像这个双方莲 莲花清闻胶囊 都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在市场上 北美市场 有很多保健品 也是在这个范围内的 那目前就是说 从政府的层面上 因为现在这个新冠疫情 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 有效的药物吗 那么你们作为这个 就是中医药界的代表 有没有去跟政府 就是跟他们做一些建议 或者是希望他们 发出一些指引 就是让民众可以 自己平时通过服用 像一定的这个重成药 可以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这次在中国 体会到这个中医药的作用 那么在北美这边 这个事情的 这么迅速的流行 我觉得如果是有这方面知识的 应该还是用一些药物 减少一些症状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我们周围 新冠病毒毕竟是少数 在这个流感季节 大部分是普通感冒 很流感 那么这些像莲花精文胶囊 双花莲 这些东西 对这些热 这个风热引起的感冒 是有效的 它是作为中国药点 收宰的药品 那服用的过程当中 比方说一次要服用多少的量 按照就是它怎么样 有一个界定呢 那这个它因为 像这个药 它也不能长期服的 也是在这个 有这些症状期间 来服用 它可以缓解这些症状 你现在看来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按照每个人 它的体质不同 可能有些人服用时间短一点 有些人服用时间长一点 是这个意思 一般也就是三五天 一个星期这样子的 那剂量大概是多少 有没有一个标准 它都有说明书上 都会都会标明的 这些东西虽然它是 这个OTC 或者是这个我们在加拿大NPN的 这样类型的产品 但是在说明书上 应该是很清楚的 那你怎么看目前就是说 加拿大这个从政府层面来讲的 这些抗疫的 这些就是对抗疫情的这些举措吧 你觉得哪些地方我们做得很好 哪些地方做得可能还是不够的 我觉得这个政府鼓励大家要隔离 是吧 不要这个 不要四处乱跑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第二呢 就是我认为有些症状的时候 大家能服用一些 这样的相应的产品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那比方说相应的产品 比如讲像这个 对这个感冒症状 发烧咳嗽 对吧 因为你现在就是新冠的话 到这个医院去 也没有特效的药物 那么如果我们知道这些症状 它症状是相似的 对 那么这些症状能够缓解 我觉得第一方面帮助你消除这个顾虑 第二点呢 你不是这个新冠病毒 对吧 对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也引起重视 能够做好隔离 能够进一步的检查 然后给我们的医疗系统 也不会造成压力 对 因为很多人现在我们也是建议大家 不要动不动 自己怀疑就跑去医院 其实我们现在医院这个医疗已经很紧张了 我们希望把这个资源用到我们最需要用的地方去 好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然后再继续请我们马博士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 有关这次新冠肺炎疫情 大家需要从我做起 做到哪些事 谢谢大家 好